超級法律王 同學有沒有在 你自己或是你的朋友 有曾經被引誘人家 人家跟你說 這個東西是好東西或什麼 有沒有人碰過 以前在國中的時候 朋友蠻多的 可能比較不會分朋友的好壞 可能就是有跟到一些 比較算是那種喜愛 就是惡作劇什麼的 然後他們後面就演變成那種 就是抽菸喝酒 甚至吸毒 然後可能有時候 我們一起聚會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把它拿出來 然後就是說要不要試試看 可是因為我知道這一定是錯的 所以我當然沒有試 請問一下他們會不會有人講說 有兩種 一種就是講說膽子這麼小 這個東西你看大家都這麼嗨你 為什麼不碰 另外一個就講是不是兄弟 兄弟就大家一起來享受 什麼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他們會不會用這樣一些話來激你 會 他就說就試試看不會怎樣 一兩次不會上癮 你真的要知道這件事情 它從頭到尾就是錯 而且它是一個大錯的開始 這個東西好像 我不曉得 金長 好像這些人都會跟你講 吸一兩次不會怎麼樣 都類似這樣一些字句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 在青少年接觸毒品方面 大概有幾個階段 第一開始階段就是 好奇 有機會接觸 好奇就是這是什麼東西 他說好東西嘛 糖果試一下 然後吸一兩次沒關係 或是有種子 有種就來試一下 這是好奇 那接下來的話是 開始有機會接觸了 大概在國中二年級 就八年級的階段 然後開始有機會接觸 試一次不會上癮一次 然後到九年級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生了 到那個什麼 到高中的階段 各位你們就是 經常使用 一直到高中二年級的階段 就是沉迷者 所以大部分到高中 二年級的孩子們 問題是最大的孩子 剛剛有同學講得非常好 一般來講 吸毒啊 必須要有一個三部曲 跟剛剛我們執行長 講得也非常類似 第一步就是先抽菸 一段時間之後 喝個酒 嗨一下 接下來沒有辦法滿足的時候 就進入到吸食安菲他命 或者其他K他命 或者其他俱樂部的一些藥丸 所以這個您講的這個情況 是非常可能發生的 所以各位要謹慎為之 最好的方式 就是能夠拒絕 就盡量拒絕 林理事 上這些同學 就你看到同學是這個樣子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 能夠拉他一把 可是有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你拉他 但是有一個前提是 你不能拉他一把 把自己也拉下去了 對 他這個也要注意 那怎麼辦呢 是 我想這個問題 我們從家庭教育 跟學校教育的關係來看 我想每個家庭的一個情況 是不一樣的 那通常像這個部分的同學 大概是屬於高關懷群的一個部分 對 那這部分我想 學校的老師必須扮演很重要的關鍵 我想因為班上大概是二三十位同學 那當發現這樣比較屬於有狀況的一個同學的時候 我想這個通報系統就相當的重要 那必須隨時把這個情況跟校方還有家長聯繫 因為畢竟小孩子在學校他每天相處的時間那麼長 那這部分應該是家長跟老師一起來做 而且必須不放棄 因為有時候我們發現到比較弱勢的學生的話 通常比較會被放棄掉 所以這部分我們會期望就是家庭教育跟學校一起來努力 東方老師有沒有輔導過一些 像發現一些孩子的一些這種例子有沒有 也有 我們輔導的學生案例中 有些是因為打工的關係 然後他們會接觸到一些比較夜生活的部分 然後就會染上這些不好的習慣 也有一種方式是參加同學的生日派對 那朋友在飲料裡面加了一些不該加的東西 那這樣務實也有這種案例 OK 謝謝 那我不曉得大臣高中老師在輔導案裡面有沒有碰到 尤其孩子 像我們都會鼓勵孩子們說 如果你發現同學有這樣的狀況要去跟老師講 那如果要是同學跟你們講的話 那你們會怎麼樣去協助這些學生 首先就是會先跟教官先做個聯繫跟學務主任 那就是還會尋求一些協助 例如輔導室 看看怎麼去協助就是舅舅這一個孩子 然後再仔細的跟家長做密切的聯繫 前面一定會有一些蛛絲馬跡 對 對不對 OK 來 玉山高中老師 在輔導的過程當中 如果發現有沒有什麼徵兆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學生好像最近是怪怪的或什麼 然後應該要再多加一些注意跟關懷 如果說我們發現比較明顯的症狀 通常都是學生有品妙的狀況 比如說上課的過程當中突然說 或常常說老師我要去上廁所 或者是他一直都在睡覺 諸如此類的 然後或者是藉由他的周遭同學說 這個同學最近的言行有點怪怪的 對 跟班上同學可能比較不親近 或者是錢花得很兇 諸如此類的 那學校可能就會有相關的輔導機制 開始來關注這位同學 OK 所以大家現在都知道 尤其像講K他蜜 好像拉K基本上尤其對青少年 包括你說生殖系統或是膀胱 什麼都會造成傷害 所以頻尿會是一個觀察的重點 那個學生萬一他就是頻尿的 就他沒事就是 但是一般這個年輕孩子應該還好 到我們大家成長的界限 好像年輕人不應該這麼頻尿才對 應該是這樣對不對 對 OK 但是也算是一種線索 對 還有多方觀察 不過頻尿已經很厚端了 真的 這已經很厚端了 這已經很嚴重了 對 OK 我們錄影到現在 有沒有人想上廁所的 沒有 沒有吧 OK OK 我問你們想上廁所 又不表示你們會頻尿 緊張什麼 OK 可是警長你剛剛講說 那已經是很後期了 所以這已經是大家講說 要不要包尿布的那種感覺了 對 尤其大家可以一時包安 尿布一身了 那已經是非常後期 早期的話 像Ketamin 早期的話 它大概有幾個的症狀 第一個部分是 它的言語上面它會很炫 因為Ketamin當吸的時候 會有K動 然後所以它會很炫 它會講一些小話 小話一種 所以它那個講話會 瘋瘋癲癲癲的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它也會炫耀說 它昨天去哪裡 去Low有聚會 對 網友聚會 去什麼趴等等的 吃了什麼東西 它在言語當中 一定會有些表情 它不會避諱 它不會避諱 因為那是對它 也是很炫耀的東西 OK 對 那像現在的同學 我知道現在孩子有很多 大家聚會的時候 都會喜歡唱歌或什麼這些 沒有去過KTV唱歌的舉手 應該不會吧 大成13號 你沒有去過KTV唱歌 還是你家其實有一個很大的 那個KTV唱歌系統 你沒有去過KTV唱歌 那還是你去其他一些 那你聚會都去了 五聽五場 沒有同學 沒有 人家家教很好 OK 那很好啊 那不代表你是錯的 我只是以為大家都會 要去KTV唱歌或什麼 那請問一下 你會不會碰到 有一些你的同學或是朋友 你覺得當你發現 他怪怪的時候 你有沒有碰過這樣的同學 好像有 但是都會稍微跟家人講 或是跟老師講 所以你就會馬上決定 跟家人講 像剛才大成13號同學這種 就是當你發現同學怪怪的 你就會跟家人 或是你會跟老師講的舉手 好 玉山大部分會講 我會講 OK 請放下 那10號同學 你不會講 我會先問問看 他最近是不是工作比較累 或者是有什麼心情不好 或是怎麼樣 然後再決定 是不是要跟老師講 如果他跟你說 沒有啦 沒有啦 沒什麼 那可能就過一陣子再看看 會先再觀察 對 再觀察 大成高中 剛剛有沒舉手的嗎 你會換其他的方式 覺得沒有那麼多的證據 不能缺切 確定說他是否有 對 所以 寧願自己去 了解比較深入的時候 對 再去幫助他 或者跟其他家長 老師朋友聯絡一下 OK 大部分的人都去過 都去過KTV 不是說KTV一定會怎麼樣 而是意思是說 他是一個現在社交的一個 正常的一個正式的場所 你去像這樣的一些 人家的生日 或什麼這些 有碰過 怪怪的人 或是有碰過人家 好像之間在傳一些 奇怪的東西的請舉手 來 大成二號同學 你就是那個同學嗎 你就是你剛講的那個 還有其他同學喔 對 那你碰到他們這樣 你也在場 那你怎麼辦 沒有 我真的 我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 明哲保生 當沒看到 對 但是 他們是直接拿出來 並不是 是直接拿出來 那你還在場嗎 我的意思是說 你有沒有擔心一件事 萬一那時候如果有警察領檢 我沒有想過那麼多 對 我跟你說當律師 有時候會想事情想很多 那我會覺得 我跟這樣人在一起 我很厲害 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 那些人肯定不會有 江湖道義出來說 這是我 然後我也有習徒 他肯定不會這樣 要不然不會有那種 媒體社會新聞報導 就是警察一靈檢 然後燈一亮 發現地上丟了一堆 然後問每個人 每個人都說沒有 然後這是